江绍那么猴急 大白天车上也是展开啊 我背 待会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 就属于我们两个 到那儿 那玩好好玩 小野狗 江绍你真帅 喂 对对对 我这个电灯马上给你送过去啊 哎好 这怎么回气 今天出门没开黄历吗 哎呀江绍 让那人赔钱就行了 不因为这点小事 坏了您 还有逛街的心情 哦 哎呦 完了完了完了 坐这么好的车 哎呦 呃 对不起啊 我我我送外卖没仔细看 撞了您车 您看需要赔多少 我赔给你 需要你赔 你赔得起吗 我这车 你得赔一百万 我不是 我没这么多钱 我 你 啊 陈思思 不是我这么辛苦送外卖 你这样背着我偷男人 你 哎呦 啊 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人家可是江海集团副总裁 在他面前 你也配穷男人 思思 这也就是你那个废物男朋友吧 还真是巧啊 哎你说你送外卖 想赔我这车 你一天得送多少外卖啊 啊 哎 要不这样 这车呢 也不用你赔了 我一个月 还给你发工资 三千块 只要你每次见到我 就趴在地上 给狗叫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李天明 你还不赶紧跪下 谢谢金氏 嗯 你们这对狗男女们 该学狗叫的送你吧 不 不 不 哦 啊 还李天明 我让你看不到天明 我这车 你得赔一百万 等着收你吃寒吧 走 嗯 快 快 哼 哼 哼 你这么窝 我这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死了算 您今天收到多次投诉 您的账号即将进入外卖平台非名单 啊 这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呃 呃 大哥 你没事吧 你要不要 你究竟是何人 我 你们 这不是剧组拍戏吗 你受伤了 难道 这就是你北马国的目的 北马 我 不是 姑娘 我滑下个 你是我们下国人 啊 哎哎 你们这要不是什么真人秀或者演戏的话 你这伤的也太严重了 你再不一致病都没了 喂 你 放肆 几个队照无礼 你先别说话了 你的伤口就在胸口 再不止血就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小姑娘 毅力也太强了吧 都伤成这样了 一句都不害 你的穿手打扮也真的不是要现在人 难道 我真传约了 哎 他是谁啊 他叫巴图 是北马国四大刺客之一 谁人的想到 他就要死在你的手里 巴图 死打刺客 啊啊啊啊 你究竟是何人 姑娘 我说了 我是华夏人 四位卖的 放肆 在这种大厦 才没有你这种穿着之人 就算你真的不是北马刺客 也必定是一族 实话告诉我 你来真的亲口 到底是何目的 姑娘你是真误会了 我真不是什么坏人 送外卖的 送外卖 嗯 如果这只是一场梦 或者说 我是真的穿越的话 小姑娘 无论你怎么叫 你叫过喉咙 也不会有人救你 我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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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行了 也不可以开玩笑 说吧 你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你们 真不是拍戏的 什么拍戏的 这里是永处十一年 而这儿就是大厦 而我就是大厦国女帝 看起来不要说谎 难道就这么穿越了 人家穿越都穿越个什么皇子啊将军 再不及也是个大臣 他们还是个死外卖 你在嘀咕什么 哦我是说 我这以后一个人来这里 怎么生气 此物 回了龙木翡翠玉手中 就当是你救我再酬了 这是真的 不管你是谁 在今日之时 你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 我这 我这 我现在穿越了 看来只要我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集中精力想着穿越 应该就能成功 怪不得店里的伙计让我亲自来看 这是一件高谷 做工极为精致 很有可能是古代下 我们王室主 价值不分牙 那 那 这破玩意值几个钱 一万 这玩意这么值钱吗 发财了 我觉得这个价格 恐怕不太妥啊 先生呢 救我 我去 这就大爆了 两万 卖了卖了卖了 成交 好 好嘞 李先生 两千万 都在这 两千万 对 你是觉得还不够吗 我们古宣阁经营三十余年 从不及格 先生这监狱 是一件万里无一的棋品 后续我们还得找专家 进入建立 如果有一家 我们可以再支付 不用不用 成交 王先生 我就是真心交往 以后他们常来往 这是哪家的公司 随手就一件真 你们爸儿子藏哪儿了 爸儿子还给我吧 不是 你别来烦我 死老太婆 你儿子失踪 宽我们什么事 他还欠我们一百万修车费呢 不过像他这种废物 恐怕死了就没人会知道吧 住手 没事吧 你不敢欺负我吗 李天明 是你这死鬼老妈缠着我们 你他妈什么眼瞎 儿子你去哪儿了 你没事的儿子 妈我没事 走不回家 站住 老子这件衣服 包店价值十万 你妈妈他给扯坏了 你们要是给你那个钱 就和你这个死鬼老妈一起跪下 给我磕头 就这破衣服 五十万 你个臭臭外卖的 你懂得屁啊 老子穿的衣服可都是说是磕头 随随便面一见就给你磕了 江少 你家里都是小鬼 穿的都是地摊和 哪见过什么高定 五十万 我们家哪有五十万 江少 不关天明的事都是我的错 不跟你客户 哎 妈妈妈 都不能给他跪 李天明啊 你还在催啊 信不信老子一句话 就送你们两个都去坐牢 不就是五十万 逼给你就是 李天明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吗 还有五十万 你什么情况我不清楚吗 你现在兜里五百万吗 那 李天明 你跟宋外卖的哪有那么多钱 你不会连房子都卖了吧 你不会是把房子都卖了吧 不过多少钱 快 你 妈 回家 妈对不起你 又给你闯祸了 哎呀 妈怎么能怪您啊 多虑对狗男女欺负人 妈刚给你转了一笔钱 是妈的养老钱 你现在没工作 先拿去用吧 我的妈呀 我现在有钱了 而且我刚刚 往您包里偷偷塞了一张卡 里面有一百万 你不会是犯法了吧 哪来的这么多钱 呃 其实吧 其实 哦 我找了一份健保的工作 所以以后我养你 看来 我这个什么穿越的能力 能让我赚不少钱呢 但我怎么感觉 并不是每次都好用 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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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难不成 是遇到危险 这一次 一定要初音程度 啊 陛下 你猜我是怎么下来的啊 我 啊 我 我 云贼 又是你 说 你是怎么进来的 到底是何目的 别动手 别动手 陛下 我这次来 是特意为您献药的 献药 起药 是我家祖传的巨霸狗 任何疤痕 指导图上都能修复如初 效果奇迦 真的 陛下 你试别诚 要不要 我亲手帮忙 吃大膽 果然有效 不知此物是否出自你手 呃 飞眼 出自我 家乡一位神医之手 看在你先要的份上 死罪可免 不过 你并非是我族人 我必须帮你 主书大下 若是以后再让我剑岛 杀无赦 若是离开下子 那我当岛爷的计划 既不是泡汤了 陛下 我愿 归身于大下 我以后多位大下兄弟 求陛下 给分真实 此人真仗都有疑点 都有神出鬼目 若是搞不清他的真实目的 还是对着无力 不妨留在身边 都将是 行 家人有幸效忠大下 那这正好去一位一权侍卫 你可愿意 来 嘿嘿 谢陛下 嘿 那什么呀 这这这什么呀 这这什么呀 那什么呀 这什么呀 看 安静安静安静 跟上次老规矩一样 一无话忘 你拿你们手里的那些破玩意儿 来换我这些宝贝 我看得上 李大爷这是什么 你 这可是上斗编织 只要用着他 你 你 一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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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个很久了 小子你很有眼光 此乃 一无中斤轻轻一吹 帮你将这个 德华富贵 李大爷我要这个 无相圣魂机 这个 跟他一样 肉 哈哈 哎呀 海公公 我来考考你 您猜咋家 想要点什么呀 懂了 此乃 其中 青天游 别看看 小李子分明能骂我 他偏偏要用这个小玩意儿的 哎 就是我 那那那 呃 嘴唇干练 唯一吐 四名 算你小子有眼色 啊 李大爷 这这这此为何患 啊 此乃 万里 乾坤净 上可看 群星来月 下可看 大好山口 你不信 哈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你 哎 李大人 李大人 嗯 必须好吃难做的东西 不是巡逐 躲在这干什么呀 哎呦你 手中拿的是何物 家里带有特产 叫万里 清净 打开银子 把花给我抓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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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独裁 请赶赶偷到本公主洗澡 不是 公主 我不是有意的 我乖你是有意无意 先看了 谁该处死 来人啊 别 给我通知咱们 公主 我做哎 你事为啊 黄姐 他用这种鬼东西偷看我沐浴 李市委 你可知道啊 陛下 我是真不是有意的 我呢 原本其实就是 还敢狡辩 你花里揣的是何物 看来我的身家幸运 全靠他了 陛下 此物名为王 我 万里前婚 敬 是用来勘测 敌军行军路线的 审物 我听闻 北莽行军 狡诈多变 臣 反正是呀 谢谢 想不到这小小的物件 竟如此有处 果然是一件宝贝 但是你冒犯公主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这就将你 交个公主处置 不许可免活 今天皇子不让我杀你 那 这不你念了吧 来人 把他拖到精神房 交给海公公 不不不 公主我还是初男的 哈哈哈哈哈哈 海公公 哎呀 哎呀 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些都可是我珍藏多年的手 嗯 可缺小姐 哦 啊哈哈哈哈 好好好 哈哈哈哈 我懂 我给你换个小的 哎 哎 多少 多少 哎呀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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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得到本公主的下场 嗯 郭奴菜 吃错了没 这丫头长得美容天仙 西藏怎么这么坏 眼下还是不得罪她的样 来人啊 把她拖下去 再好好检查一下 看她到底割干净了没 我 哥哥我都鸡肥蛋咋了 哎呀 多亏了上次从您这儿换的药 就要小您气责命 这次该小的报答您了 哎 嘿嘿嘿 嗯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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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公主 李大人已经变成 李公公了 很好 李公公 今天开始就由你来贴身服侍我吧 今晚变了我的寝宫吧 嗯 是公主 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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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别别的带回去 都已经上前了 要是能偷偷带回现在 我不就发财了 公主小心 李天明 你愣着干什么 还不叫世来 李天明 杀死巴达的人 就是你 杀死巴达的人 就是你 巴达 是要怎么样 你们北往四大刺客 都不是我 对 你还敢再次行修 那些废物死在你手上 是他自己没用 我倒要看看 你个小小的侍卫 那有什么 公主你没事吧 他跑大厦给我控制 绝不能死在被骂人手里 我这把剑杀了我 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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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手啊 废物 你放心 我有办法交点 你怕成这样 拿什么救我 你相信我 都死到临头了 还亲亲我我 你们两个都得死 你是何人 公主呢 收遍全城 要给我找到他 他竟然 愿意为了我而死 公主 你终于醒了 公主 你敢废里我 你自己说 你在废里吗 哦 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公主现在 是三千年后的下落 所以 这个叫做春月 对吗 啊啊啊 只要有李公主你在 我就要随时回去 对吗 嗯 李乐要讲事情 啊 但是公主 我把你带到这里来 是因为迫不得已 等死了 不怕 我再把你送回去 嗯 不着急 我倒是想看看 这三千年之后的下落 究竟什么样子的 这找相放在大街上 也太耳朵了 哼 你这是做事 什么丑东西啊 哎呀 公主 人是微服四方 好 停点 公主 咱们都已经逛了一整天了 是不是 该回去 可本宫还没进进呢 行吗 你不 我看你似乎是不在情愿 你得抗旨 我说了多少遍了 光天华日 别人叫我公公 黄老板 我这边有几件宝贝 感不感兴趣 你不在情愿 好啊 明天我正好有一场大型秋派会 我邀请你一同前往 好 那就一言为定 走吧祖宗 八千万一次 八千万两次 八千三百万 这位出价八千三百万 八千五百万 这位女士出价八千五百万 八千八百万 八千八百万 还有出价的吗 不如我吹吧 王老板 这件明代唐瘾小品真迹 您还没有出价呢 一 一 一个一一次 一个一两次 一个一三次 成交 不愧是王首富 真的是势在必得呢 承长 承长 本次秋派会 各位邻家都在 我还给大家带来邻家 哦 这件宝物不用我多介绍 请各位见朋友们 不要见 这件宝物不用我多介绍 这不是我 黄金请问 并能出我 他 他 他赏赐给 搞故习死七天啊 我忘目的 四层游行 捺你的一件 王老板 死刑民就当初国宝 现在是我们海中 实数不一啊 从何人来 确实是 保护啊 哎 完了 那个 宝贝值多少钱 无家 无家 我我先问 我 我还从来没见过 挣我多钱 既然有幸得一件 我出一个亿 正值啊 我出一点五个亿 各位各位 你们别着急 活红 highlighter 有什么 两个亿 婧红 就是东西 平ロ 四厘 4的啤 魏光 都没有上拍 二个亿 再这样了 干嘛 你 你说了算 我们现在真有意思 有小猪才刚举牌这一套这么热的 你是不知道 这东西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这不是你家那个窝囊费吗 李天明 睁开你的光眼看清楚 这里可是君豪酒店 随便一道菜都好几万 你不会虽然这是要饭的 我来这里干什么 你怎么屁事 江峰你看呢 小别三你挺横啊 一会儿看我怎么收拾 走 记住 一会儿只准吃饭不去讲话 宝宗再也不带你来这里 知道 服务员 江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我 你们真好久见怎么回事 让两个垃圾送在这 大老远就有个臭味 给你一分钟 让他们两个滚 怎么 我可是你们间的金卡会员 不听了 信不信我马上让你们徐经理过来 不好意思 亲二位的 为什么 我们是来消费的 李天明啊 你少在这儿装逼 你消费 在这儿一顿饭 起码得十几万 你个臭送外卖的 拿了这么多钱 哎呀 男人没钱也就算了 还不知道从来找了个小姐 还虽然人家装大快 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 你什么样子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让他们两个给我滚 哎不好意思 亲二位快点离开 大胆刁民 今天从本部主离开 那个钱我有菜我也点了 反正今天没吃到这顿饭 我也不会走 你个臭送外卖的给你二脸了 是吧啊 就你个好点去几个字 够在这儿买费白菜水的吗 啊 你看他这事 从头到脚也就二百块 哟 这还是我去年给你买的地摊货呢 不是我说你 看看自己是呀 你也算是个男 幸亏老娘跟你分手早 当你女朋友 我都嫌丢人 哎 老伴 别跟这种垃圾废话啊 哎 臭娘们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啊 赶紧让他们给我滚出去 这样好了 就为难一个小姑娘 算什么男人 你也不撒谎 要照照自己啊 你和他都是社会底层的垃圾 给我擦鞋都不配 在我眼里 你充其量就是小狗 装好人是吧 啊 行 毕经理 你们店里来了两次臭臭 臭死了 赶紧过来 我亲你干脚 哎 老公 不要动气了 你们俩 立刻马上给江少跪下 他俩是高兴 心虚 饶了你 账户 你被欺击他事 他妈的 你不想活了 敢动我 是谁敢在我军豪酒店闹事啊 是谁敢在我军豪酒店闹事啊 徐经理啊 你来的正好 这有两个穷逼 消费不起还赖着不走 赶紧找两个忙 扔出去 哎呦江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废物是我前男友 就是个送外卖的 分手之后一直纠缠 现在想跟我复合 尾随我进了酒店 还不知道从哪找个小姐 怎么想让我吃醋 我不是公主 你是什么小姐 公主 小姐 我都一个意思吗 徐经理 你们军豪酒店是上楼的 是消费的地方 两个下层社会的渣子 在这不不拉 你们酒店的胆子吗 啊 你们两个给我滚出去 立刻 看不起谁呢 我卡里有钱 你个穷鬼 不见棺材不论类是吧 啊 还 哎 等会儿 你 过来 想吃饭是吧 行啊 这阵老不浅了 江绍怎么人这么好 滚 想吃饭是吧 趴在地上把他们给舔干净 我就放盒子 这样好了 也太过分了 要不是因为江绍 这辈子也吃不上这人的饭菜 那不快贵些江绍 不吃是吧 哎 干什么 哎 哎 改动本宫的人 你喝的不太烦了 什么 小伟儿 青野蛮的吗 啊 深藏不漏啊 鬼子人是吧 暴犯是吧 我 野蛮人是吧 你 你 你给我跪下 徐经理 快快快来人 拿下 郭总快逃啊 就凭这些脚脑犯弹 奈何不要我 你别忘了 我师父可是进了军统领 秦卫军 你他妈在这儿过家家呢 愣着干什么 给我杀 哎 杀 谁在我的酒店闹事 谁在我的酒店闹事 就是这个球兵 徐经理 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啊 只有一堆男女在这闹事 在海州居然有人敢在我军豪的地盘上老实 布朗尼费心 来人 哎 是他闹事 你抓我干什么 我 同事啊 误会了 误会 你还知道误会 李先生是我的朋友 你是一概怠慢的 李先生 您没有 怎么可能 这 李先生 最近我一直在找 哦 王先生 你着急找我干什么 王总 这小子就是个送外卖的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王总 我王叔 你可得看清楚了 他就是个小别三 他跟你提鞋都不配 混账 你的印的是我老胡子不老 我王永胡虽然多年没有参与集团的运营 但还没到老胡子的地盘 所以王先生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李先生 你还记得上了那支玉琢吗 哦 你不是跟我说卖了大概两千多万吗 两千万 李天明 你发达了 后来啊 我找了剑榜专家 他们给出的保守部下都在一个亿以上 一个亿 一个亿 不可能 你这小子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宝贝的东西 假的 可能是假的 李天明 我看你是转行去做演员了吧 这老头就是你花钱请的群演 陪你在这演戏呢 闭嘴 你动个屁 这回这还就是服 我有服 你 您将是现在连我们军豪集团都无法 嗯 红州的项目 我看就不要合作了 我 黄叔叔 我真不知道李天明是您的朋友 红州那个项目 是我一直不在 停了之后 我没法跟家里交代呀 我管你叫什么交代 我今天就吉利大伙 好好教训教训你 这 黄友福 你别以为我们在家真的怕你 我告诉你 今天就他 没大没小 给我带下去 黄友福 我告诉你 李天明 我找不了你 这个竹子举大起 我的天哪 我万万没想到 这玉拙是一对呀 李先生 如果这枝也肯卖给我的话 我愿出三个亿 三个亿 三个亿 三个亿是什么 黑店 这个竹子在我们大厦 我能卖一车楼里呢 你太黑了 这样 随便一笔 你可以买进所有天下的好吃 黄先生 这一回生二回熟的三个亿 成就 好 好 爽快 呃 我这卡上有两亿现金 你拿着 剩下的钱 现金不够 这样 小雪 咱们这个酒店市值多少 我听话价值一点误会 那就折价了 赠予李先生 你看如何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雪 记着 以后李先生任何吩咐都要满足 听见没 是 老公 你这么有实力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要早告诉我 咱们孩子早就上幼儿园了 我很后悔 怎么没有早点看清 哪里来的浪荡货 本宫的人也敢动 你一个小姐 怎么能跟我这个正式比 你这个贱货 还本宫发业丸的不配 我总趋云复失职 本宫最看不惯 老公是公主 为什么叫小姐 小姐什么意思 哈哈 公主 不要跟这种事物一般见识 老公 还有个小姐怎么能这样 陈小姐 你我已毫无瓜葛 请你自重 徐经理 哎 你不能这样李天明 我是爱你的 你不能忘恩负义 哦 王先生 那个让你见笑啊 哪里哪里 李先生的家里真是深不可测呀 可不是吗 我这可是等于掌握了大厦国 整个皇宫的骨头 实不相瞒 我家里确实还有一些收藏 像这样的收藏 我还有数百件 什么 数百件 那可就是数百亿的资产 素我直言 短时间内 任何海州的一家豪本 都调动不了这么大的信仰 哎 你说我要是把这些宝贝全部拉过来 你这里 这么多西式珍宝 我王家也消化不了啊 不过 海州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健保会 到时候会邀请全国各地的古文收藏者 哎呀 只要李先生的东西足够珍贵 就一定会富有耍值的 好 那我就再回一趟大厦 什么大厦 我是说 等我回来 我必然把江家踩在脚下 哎 哈哈哈哈 哈哈 男女受受不欠 如此这般简直有上风化 麻烦了 小李子 不会是想象电视能量对我吧 我可是公主 不过 找个很孙艺 甚何我意 你干嘛 怎么了 你在这干嘛 你没事 让我退下 退下 走了 又干嘛 走了 我西向二十万大军 在关外惨败 折嘴严重 陛下 你要早做决定吧 你全向所以 该当如何 陈以为 陛下 应该尽快撤离国都 将国都 欠之巴蜀之地 就有这样 才能 最大成功上 第一番邦的军队 朕大厦城池 几乎落于这些 藩邦一族手 绝无可能 只要朕在位一日 就要求把大厦国土 完整无缺 陛下 西叶公主马尔巴娜 与北莽王子乌迈德 在宫外联合览见 朕知道了 退下吧 北莽和西叶两国一向慌 乌金怎会相约到晚 陛下 他们早已在暗中联手 陛下 这形势对我们万分不利呀 陈相所言 这西叶与北莽一同见证 这是为何 陛下 藩邦小国 早已对我边疆三十二成虎事单单 此次前来 定是想让我大厦 主动割上土地 献上金银 跟他们议和 只怕是 我大厦如今示弱 定能不大于他们无求 所谓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射击 正大厦诚实 岂人都会这些藩邦一族手中 好一个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射击 陛下 咱们大厦的播出 千万不可以下得那些分包蛮 relig comun 你给我闭嘴 这收工之中戒备僧严 你罗左公主 难道不是有意而为之 王姐 王姐 当时她真的是为了救我 别为了 这才几天 你就跟不着相当过 外邦来犯 陛下 千万不可答应他们任何我去 你一个小巧的侍卫 你有资格参考博士 我大厦刚握了一场礼拜 我不管你担当的要求 若再兴战事 我当时又使你再战 哎呀 大哥 今天歌舞成明天让时成 你能顺着了一切好觉吗 这四面八方现在都是敌人 尤其是那个什么藩帮满足 养虎为患的道理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明白 你 你才教本校做事 好了 陈相 李氏伟此言有理 这藩帮就是个吃人不吐不吐的牢 他们的肚子是甜不饱 陈相 好了 退下吧 这爷小子 请跟于武作对 让藩帮使者离开 定要他的小命 此人身犯不明 不如趁着藩帮使者前来 试探一下他对大下的轴心 李世伟 有日你随郑一同上朝 接见藩帮使者 是 这不是你一些人博助吗 他准会与方邦一族一起 大下刚施了败仗 那不是 连钟博弈也在一趟 我看他们前来 就是来要我扬威的 大下女帝 贵听北莽圣旨 方邦一族 也可以让我下国女帝下跪 未必太不把我们放在眼底了 怎么 你们大下刚在边关损失数十万精兵 还敢嚣张 等我北莽大军入关 踏平你们大下 把你们一个一个给看下来 边境一战 虽是我军处于下风 但是我大下上我精兵三十万 又身经百战的处约将军总政 岂能让你们轻易入 你们谢于北莽一同见证 到底是何目的 大下国运将尽 以后将是我们边外之恩的天下 你若是体绪民情 想让大下的百姓 免受战乱之苦 何不退位让贤 地位给 口出狂 我大下气运之甚 又是谁说 大下气运已尽 陛下 据老夫夜观天象 大下在数月内 必将迎来灭国之灾呀 难道这是天涯王我大下 简直一派胡言 我真是没想到 被大下百姓深爱的敌仙人众皇 竟然攻劫翻爆 妖言祸众 我看你和他们 是你活的 你是何人 性格不命 不攻劫翻光 你有何证据 朝廷之上 岂容你一个小小的侍卫放肆 兼人伯众 修永迹大典 广心学业 堪增人资国思 他怎会与方邦同流合污 照我看 你先说的 应该是真的 老夫不合你一般见识 李世伟 这念在你有功在身 给你个解释的机会 你问会说 仲伯 是妖言祸众的 陛下 卑职认为 仲伯乃是一老脉脑不思进去 他那鬼话 不嘴气 满口胡言 康朗思大 小刘 老夫本以为 你世才狂好 没想到 你只是信口自豪的 无知小人罢了 这玩笑果然有趣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打开众圣人的玩笑 我北马和西宴 两国共许七十万大军 如今就在关外随时待命 只要我一声令下 便能律名大凭人打架 众伯官的心相 我让你很准呢 两国交战不斩来时 但你们实在是欺人太甚 若不是我大厦心胸宽广 这 早就把你们都斩了 识相的 就用镇设下的酒席 哪来的 你回哪去 你们的酒席 我们算不上 我当时什么宝贝 不就是瓶红酒吗 我家还有一瓶八年了 这是何物 这是我们西叶国 用极其繁琐的工艺 所酿制的红宝石穷家 女帝 她是 酱 别装了 说的那么洋气 不就一瓶破葡萄酒 我们大厦是酒汁故乡 酒汁根源 什么酒没有 你怎么知道这是葡萄酒 西叶乃是沙漠盆地 葡萄本来就美味多汁 但是 做一瓶破葡萄酒的工艺 也没有很反复 真是会说大话 据我所知 西夏除了米酒 就是高粱酒 酒汁浑浊 味道着力 还能拿出什么 我们大厦的酒汁文化 延续千年渊源流程 你们一个毫无底蕴的藩帮 也敢在此叫嚣 千年酒文化 浪得虚名 我们的红宝石穷浆 只要喝上一口 气人心脾 唯为无穷 你们的酒 早已落后 还谈什么文化底蕴呢 这酒我也喝了 的确是好酒 若是你们不服 可以让醉酒师仙重振人品质 陛下 臣早就听闻 动得醉酒 坐师百天 他的见酒能力 是最强无法 张丞相 你此话何意 陛下 我大厦 泱泱大国 千年文化 酿酒工艺 更是无语伦品 陛下难道 就不敢用武教的将军 和这龙宝石青江 神 这坚定之言 明知大厦现有的酒工 已不入杯吗 还想让吕迪出众 多谢张大人赏识 那老夫 就品鉴一二 可是 好 笔就笔 陛下 您上次送给杯子的家酿 我还没舍得品尝呢 政府今天拿来 我给你们开开眼 好啊 老夫尝遍了大夏美酒 还希望你大人 真的能拿出像样的东西 你可别让老夫失望 郑宝 瞎说什么废话 等着 瞧吧 这何时赏他酒吧 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我就不相信你们 翻帮的葡萄酒 还能比过我们现代工业 等等 此次翻帮两个来世纪 我得带上主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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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外卖人 为了大夏的过渡 我容易忘了 女帝 你那小侍卫 该不会临阵脱逃了 我大夏言出必行 临阵逃脱 绝无可能 女帝 既然是比试谁的酒更好 你们大夏就应该拿出 相应的筹码 做赌注 趁比赛还没开始 我们商量一下 还是说女帝 根本就不敢比 翻帮这次到仲伯前来 目里就是动摇我军 将士冲心 朕若是不敢答应 岂不如证明 仲伯的王军之言 都是真的 那大夏不住半远 必定被翻帮攻险 而李侍卫 我先说条件 如果仲伯判我们赢 你们大夏不单要失掉边境 十七座驰骋 还得向我们西叶 上供三千万两倍 陛下 绝技我们是比不过的呀 倒不如及时止损 请陛下三思啊 比就比 可说 酱香清香富裕香 白酒红酒小羊酒 我看你们拿什么给我逼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该不共是大夏新烧的花蹄 跟他比 别忘了 用博士玩的呀 弟弟姑姑刀了什么呢 怕了 虽然来历神秘 又曾救过这位皇妹 不如在他身上事少一事 好 朕答应 若是我大夏赢了 你们西叶 就退出边境 往后所有的赋税 领加三成 好 就这么决定了 我倒要看看 你一个小小的侍卫 拿什么赢 众伯 去品鉴吧 是 真是好酒啊 爱也没酒 玫瑰香 玉碗城来 琥珀香 这穷江玉叶 也不过就如此啊 哈哈哈哈 这就 这怎么可能啊 这就有问题 诺伯 还不成 还不在酒里下毒 此酒 只应天上有 这人间难得起回饮呐 众众伯 你真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张承相 难道你是在怀疑众伯的剑酒努力 还是说 是怕大夏赢了这场赌局 黄口小儿 来人 众伯喝醉了 我倒下去 好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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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压下去 天下没酒 在我大夏 在我大夏呀 哈哈哈哈 在我大夏呀 怎么说 认输了没 众伯身为大夏人 自然向着你们 为了公平起见 我也要来评见 众伯身为大夏人 自然向着你们 为了公平起见 我也要来评见 你是 北蒙公主 纳然 那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偏心呢 陛下 卑职早就听闻 纳然公主心人慈善 更不问战士 如果让她见酒 定然不会有事鞭颇 原来是个小蝉鬼 好 那就请公主 一品天下吧 好 好久 更愿 中古转语 不足跪但愿长醉不愿行 古来贤者皆几 唯有贤者六七 这小诗位方才是在吟诗吗 老夫从未听过此等纪妙的曲句啊 妙啊实在是妙啊 先月先酒配先诗 那究竟是什么 哎 大胆 住手 乌迈德 若是你误伤了公主 岂不是得不偿失 来人 把公主给我扶下去休息 这个狗奴才 竟敢陷阻我的妹妹 简直罪无可恕 我告诉你啊 知道的是冒牌公主 不知道的还以为 两国赌书乱 恼羞肠 我不信 这乱七八糟的东西 能比得过红宝石熊家 这 就算我西夜车兵 在边境仍有四十班北莽大军驻扎 他们足以踏迷迹 陛下 如今我大厦已无实力再战 侯强 绝不可 若北莽公主在此大殿上受如此歇齿大主 你乌迈德绝不会善罢甘休 我要比我一场 就他的命 做得不重 灭 笔就笔 好 烧得好 不愧是我北莽第一用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你们大象 就只有这种废物吗 我来 你是谁 我是楚越大将军麾下的副将 夏靖 哈哈哈哈 原来 你是那狗头将领身边的一条狗 楚越呢 怎么没自己过来 不会是听说我来 早就吓得屁股尿流逃走了吧 楚大将军的名讳 你也配接 之所以酒精沙场未尝一败 只是没遇到我 若是遇到了我 我会让他像条狗一样胖在我 当我这电脚尸 呀 哈哈哈哈 莫不是大象无人了 倒可不长眼呢 快点把夏靖君的断臂收好 最好用冰块保存 待会儿我会想办法为夏靖君接上断臂的 本将从未听说过 这断臂还能蓄上呢 也罢 不过就是断了一个胳膊嘛 本将照样能上战场杀敌 你什么意思啊 在我大厦的土地上 居然敢砍杀我的将士 吴将军 你好大的本事啊 谁让他们都是一群不堪一击的废物 杀了他们 我还先葬了我的大黄王 今天就让我楚越 亲自迎战 楚将军的脸色 好像不太对劲 即使得不到夏国的城池 只要在无场上 杀光夏国的将军 那么夏国 便再无将可用 楚将军 你恐怕还没意识到 自己已经中毒了吧 怎么会这样 我竟然比不过这小子 想不到楚将军就这点本事 我看你百战将军的名号 还是乖乖让给我吧 自苟鼠辈 就你还敢惦记我的名号 你不过是运气好 打了几场胜证 若是早些在战场上遇到我 你根本没有活你的机会 胜负一分 不能让楚越将军射险 住手 这宣布 陛下 凭楚大将军的本事 定会反叛为胜大 就去小心 谁 是谁出手 什么情况 吴恒将军的刀为何突然砍平 暗器 谁能使用如此精准的暗器 果然是的 演武场上使用暗器 你已经数了 没必 谁说演武场上不能使用暗器 你说过吗 你说过吗 正所谓兵不厌仗 我看是你们大厦输不起吧 若是大厦没人了 就赶紧宣布本将军胜 你们下国准备把时机做城职 供奉给我们北马 谁说我大厦没人了 我来跟你比试 你一个小小的侍卫拿什么跟我比 你们大厦国的将军都是去饭桶吗 楚将军 你受伤了 赶紧找玉衣医治 此如此侮辱大侠 眼面何存呢 放心 我自有办法对付这个贼人 你有什么办法 其实我是陛下的人 懂 嗯 嗯 就你这细皮内肉的山马 我一刀你呢 接不住 对付你这种梦 我甚至都不需要两只手 一只手 只会成口舌之里的小子 待会我会让你后悔 把这小子杀了也好 让他知道 得罪我北马国的下场 我这死活的东西 既然你主动寻死 也省得我以后冻死了 李天明 你真有把握赢下无痕 哥 你的兵器呢 哦 就是他 就这铁疙瘩 也敢跟我的斩龙都比 就这个铁疙瘩 让你们北马四大刺客当中的两个 都死在他手下 这小子竟然是暗器高手 刚刚击中我斩龙刀的暗器 难道就是他射出的 也别说我欺负你啊 我让你先说事 小子 我这刀 是你破的 是不是怎么了 不是又怎么样 不是你哪来这么多废话 你到底打不打 你 只要我能懂过他的暗器 本将一刀就能解决了他 哎呀 你还挺聪明哈 还知道拉开距离 我告诉你 我这个铁疙瘩 十步以内 我准 十步以外 我又快又准 混账 竟敢看不起我北马勇士 给我砍了他 臭小子 等我宰了你之后 我要把你挂在城门市中 让众人知道得罪我乌恒的下场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耍仗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耍仗 这么多人看在眼里 是谁在使仗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迟早有一天 我没帮大军 踏平你们大象 走 没想到这小子还有两下子 若是我西叶国 能拥有他手上的另一只暗器 到时 我西叶国一统中原的日子 知日可待 陛下 臣不如是命 陛下 此人竟然杀死了北马第一名将 吴恒大将军 万一北马王震怒 启平攻打我大夏 我大夏即一可威呀 陛下只有将此人 就由北马国处置 方可平息其怒火 李淑月刚帮我大夏赢了场胜仗 若是这样做 岂不是让大夏整个将士寒心 你今日帮朕赢了场胜仗 那朕 就封你为进军头 谢陛下 夏将军怎么样了 夏将军身体无大碍 只是断臂已经 直到饭饱饭出 我吃草草草草草草 夏将军的断臂 我能接上啊 小兄弟 你没有开玩笑吧 肢体受损 不出数个时辰 伤口就会腐烂 欲接之 可能性胜伟 我没开玩笑啊 我说了 夏将军的断臂 我接得上 你说的可是真的 说不定 他真有办法 若你真能为我续上断臣 以后 我夏进这条命都是你的 可以是可以 但你必须得跟我回我的家乡 对对对 那边有很多很厉害的郎中和医馆 一定能治好夏将军的 那时不宜迟 我们即刻启程 不爱 给我一个试试 总得让我准备准备啊 拿这个 这是去年进贡 这个这个好贵 拿这么多 过去犯罢了吧 等到我们把姐姐带回去 一定亮下他们的头眼 不敢看不起个公主 这个头举 一定要给他们好看 进军大人陛下 请你到房间一续 陛下 弘领请坐 这女人怎么突然这么客气 此次比试 这非常看重你的能力 日后可认忠心辅佐这 原来是想拉了我 可是我现在有数不尽的金银餐 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陛下 我承认为 此次两番彼时能赢 单纯是运气好 没什么大不了的 李统领的意思是 要拒绝这 其实吧 我也不是不愿意答应你 只是你看 现在整个大厦都岌岌可危 外有藩帮虎视眈眈 而内 又有张成香为首的奸臣 逆连朝政 霍国殃民 就连你这个女帝的位置 也照不保喜 想不到 她对目前的形势看得如此同尘 若是你愿意帮助朕 朕 可以满足你任何要求 任何 包括你在内吗 你 对 你家改对这种无礼 其实 你一直深刻吸引我 无法自拔 你懂 你和相思之人的 若是你能帮朕总治朝钢 记得分方易 来 这 逆 方便 陛下 陛下 那一艺 定不如是 医生他怎么样 还算提示 他的胳膊滑住了 不愧是世界顶级的外甥医生 感谢你 行了你先出去吧 病人现在需要进去 这黄忠医生还真高明 到底怎么介绍 这贫极越来越害臭了 将天平均 你终于接电话了 王先生 你找我看看 你忘了我上次给你提到的拍摄会 你家里那些宝贝 我没有忘了我现在就过去 这次带了这么多东西过来 应该值个几十亿 李先生这次带了 渐渐的正确 丝毫不属于外面那些 动辄上意的感觉 这次拍摄会 那些好门怕是要抢过头了 这些大概 就光这些 至少上百亿 上百亿 这点东西就已经上百亿了 那我几乎是发财了 看来我们江市集团这次也要出力了 这次的拍摄会 我们江家也不过是来凑个热闹 真正要出手的还是在那些来自上京的豪门 上京的豪门也会参加这种拍摄会 你懂什么 这次的拍摄会 听说有不少来自下朝皇室的宝贝 有谁不想收入囊中啊 你足够我们能借这次拍摄会的机会 和那些豪门搭上关系 那我们江市集团 岂不是要发达了 没错 小李子 那你会不会骑这个东西啊 我的小祖宗要不是因为你差点迟到我会骑这个小破链子 李天明 你居然还敢来这儿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不是 这又不是你家地方 我来那你管得着吗 你一个臭送外卖的知道这是哪儿吗 这里可是海州同最大的拍摄行 里面随随便便一间拍摄 里面就得上千万 说完了 不是我又不是来拍卖的 抱屁肠 你不是来拍卖的 那你来干嘛 难道是想找机会攀附豪门 哼我告诉你 今天能来这儿的都是身价上百亿的豪门贵子 就你这种臭送外卖的 连给他们骑鞋都不开 小航 这个图宝是谁啊 嗯 阿博 这家伙就是上次骗了我有和两千万的东西 能成那个项目 就是他 什么 敢搞慌我的项目 小子你是不是活腻了 说什么呢 这就是他已经欺负我们在先 我们只是给他一点教训 你反倒二人先告状了 放肆 放眼整个海州市 还没有人敢这样过说话 来人 我 你先过来啊 你别装了 你以前不是很能打的吗 怎么有暗器啊 放心他们这次从来没带暗器 咋说 呀 混蛋 他错人了 兄姐你你没事吧 美人 不好意思请到罚喊 真不是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呀 竟敢在拍卖场门口打人 这下我看你们两个脖子上有几颗脑袋能抵 喂 江总 对不起 这两个家伙扰乱开外会现场 打伤安保人员 马上把他们两个推打断 关上关上 怎么 害怕了 你要是现在跪下给我喝三个小口 然后 把我这鞋舔干净 我可以考虑放过去 这已经很便宜他了 得罪我们江家的人 至少也得把他砸成残废 听见没有 在我大伯还没改变主意之前 你还不赶紧跪下磕头 否则一会儿 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江氏家族坐的多软 肆无忌惮 这些灵到底活还来多数人 给你俩对 你俩也呸 你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给我上 住手 谁在这 有眼无珠 欺负到我归客的中山了 王总 我不知道他们是您的归客呀 是江总 江总说 他们两个 扰乱了拍卖场的秩序 还打了人 才让我赶他们走的 江 还不 赶紧滚 王总 这都是误会 我不知道这个废物 你说什么呢 哎呀 我们不知道这个李千林 不 李总 我们不知道李总 还是您专门请来的贵客 李先生 我的手下不长眼多有得罪 您没事吧 我没事啊 就是出门没看皇帝 遇到两条疯狗乱咬着 是什么 你 怎么了 我又没受错 是你们不分青鸿造白的在这 一顿乱咬 你们不是疯狗 是什么呀 够了 原本 原本看在和你们合作多年的份上 我只是情了宏仲的想 今天 你们居然对我的客人这样做 从现在开始 我王氏和你江家所有的合作 全不取消 王总 王总 我们江氏集团百分之几十的业务 我说杨赵宁啊 我和人取消合作 那不是断我的生路吗 你和人取消合作 那不是断我的生路吗 王总 我们知道错了 求您 高台贵手 放我可以吗 放我 王总 李总 李哥 李大爷 请你 帮我们 给王总求求请啊 你们江氏集团 作恶多端 欺人太甚 早就应该被铲除了 李先生说的对 江家以后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大宝 你怎么了 王永福 说个什么东西 你敢奔杀我们真家啊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不过就是海州的首部 也就是在这里 大家还给你一点面子 若是在上京 屁 好啊 你们江家到了上京 连个屁 也算不上 嗯 你 你 怎么 老东西啊 我实话告诉你们 我们江家已经决定 并入上京的张家 以后由张家做靠上 海州的首富之位 以后就是我的了 啊 哈哈哈哈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 李千明 还有你 马上给我跪下 求我们江家放过 否则 到我江家并入张家 我让你们 我 好 是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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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是自己想去当狗 那就去当 我告诉你 即使是上京张家 也看不上你们这两条疯狗 你招死 嗯 我让他们先得意一会儿 咱们办正事要紧 走 先生 让你见笑了 没事没事 没事 哦 对了 这个上京张家 到底是什么 上京的资源 大多是些 饮食富豪 我也能不太对不起 这个张家 据说是 实际最强 资金最多的一家 光明面这么自缠 他 有一千亿以上 一千亿啊 一千亿啊 这么多下 不过 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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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他 呃 不认识 他不是想 这就是刚才说到的 上京张家 刚刚那个呀 就是张家家主的儿子 张浩 张有天 明明就是那个奸臣 听说这个张家呀 对我们拍卖的报 极其重视 有他们在 这次看来价格 一定不会太低的 嗯 给我站哪 是张子 张绍说话 你他什么字 小子 听说你前段时间 搞到了一对 下国皇室的手术 我问你什么事 老子问你话 这老子我说是是回答 听到没 张阳长 您跟谁说话呢 你瞎犯上 现在本公主还不行礼 这 还冒是个公主 哎 你是 做什么公主的 这女的 这儿有问题 还真以为自己是国家的公主 嗯 老子就喜欢上公主 今天这娘们亏我了 我 小子挺有种啊 我看看你独特到底不利 都给我住手 你胡闹狗叫什么 你们张家 是来个参加拍卖会的 还是来故意捣乱的 如果再这样 我请你们离开这里 我这个张家 我找死 老少 这网友福 是这次拍卖会的 自己支持者之一 这次就先放了 等拍卖会结束 我得让你看看 得罪张家 是什么下车 那对龙木 翡翠玉琢 是我张家的宝物 他从何不能来 把他交出 不是什么叫你们张家 谁说的 那是我们李家的 传统上发动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放屁 那明明就是皇室才有 你李家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们张家组织出过 好多 废话 谁不知道 我上京张家 乃是传织上古张王朝的 张王朝 难道 就是史诗中记载 下国命王后 只存在了十七天 那个张王朝 他们真实地奸行了后代 你怕了 小王你要是实相的话 就把一个人都交走 我可以放了 如果我心情好多了 你永远都没有信 听见呗 张绍真实在给你的机会 咱不赶紧跪下 谢谢陈丧 恐怕 你们要失望了 那位叔叔 我早就买了 卖了 你卖了谁了 张绍 你是在找他们吗 对啊 就是这样 张家的宝贝 终于要回过手里了 你什么意思啊 现在这对手中 属于我们下家 他是下家的 哎臭警官啊 你岂能演啊你 你以为我认不出来 你不就是那个臭服务员吗 你敢这么跟张手说话 还不敢你跪下 让我道歉 什么事 看你还岂能装你 不不团账 这不是上京 下这几天的千斤 你竟敢进手里 上京 下家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来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我得双手 下家姐 你饶了我 下家姐 下家 下手 快上救命 下手 下家 下家 给了参加拍卖会 怎么 就能允许你们张家来参加 今天的拍卖会上 可都是我们下市黄绍的本 你们下家 已经苟延残喘了 能有多少次进来参加拍卖会 这些东西 最终还不是要落到我张手的手 我告诉你 我就算把他买的当谈云 也都不会让给你 夏小姐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 李先生 上次的事情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上次那件事 没什么 不过 你竟然是上京下家 怎么还去上次那么久 我听到书院了 上次那件事 我下次再给你们解释吧 现在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吧 公主 万福静安 这什么 不是 你怎么叫我是公主的 你快起来 现在早就没有公主这一说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公主的 你见过我吗 公主 你和女帝陛下的画像 一同供奉在我们夏氏祠堂内 你们就像活生生从画里 走出来的人一样 怎么当真 画头好不好看 问他说我可以看 好 人家都说了是挂在夏氏祠堂 你当时上京啊 不过 你仅凭一幅画像 就不断进操实工作 还有那对龙木斐翠手桌 那可是夏族皇室才能拥有的东西 若他们真是夏国皇室的后院 也省得我一番力气去解释 没错 他就是来自三千年前大夏皇室公主 但你绝对不会跟这人说 我当然不会跟别人说 我可是夏氏皇族的后人 当然不会把公主在哪儿告诉别人了 对了 上京张家到底是怎么 难道他们 真的是那个奸相张世人的后代人 李先生怎么知道这件事 不错 张氏确实是那奸相的后代 这么多年来 只要他们张家在 我们夏家 这个卑鄙小人 知道最初才能狐狸一半 公主默契 就在前天 他们公司出现了纰漏 损失了价值八百亿的订单 还好这些订单都落在了我们夏氏的手里 前几天 似乎正是我比试赢了藩帮的时候 难道是因为我在古代改变了历史 从而影响了现代两个家族的运势 只可惜 张家家大业大 这点损失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 我有办法 能彻底记骨张家 不知道 你愿意听吗 真的吗 跟我来 欢迎各位来到本次拍卖会 本次拍卖会的第一件拍品 是来自上古下国时期的六金红补 起拍价一点五亿 这是一件品相极好的六金红补 属于当下的东西 绝对不必被张家抢 一点八亿 三个亿 三个亿 多出来将近一倍 不会是上金张家 出手就是破创 赶紧五亿 五亿 既然出五个亿 即便是上古大厦的宝物 也不值这么多钱吧 你不知道 很多不坏的贵族 都是人傻钱多 商家派的宝贝 都是用来出口的 倒霉 可真行 张浩 你是不是存心跟我会议去 拍卖会议 当然是价高者得了 谁想到你们下家那么废物 就连这点钱都出不起 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下家就是靠那八百亿的订单 才勉强撑得下来 这点钱 就当我们张家 施舍给你们的 今天这件宝物 我们下家势在必得 六个亿 十亿 怎么样 还跟我比吗 有钱吗 成江 恭喜张先生获得本次拍卖会的第一件拍片 谁让 谁让 接下来我们要拍卖的是来自上部下国时期的黄玉龙文配 起拍价二十亿 二十五亿 二十六亿 三十亿 三十五亿 五十亿 李先生 你笑什么 你不是说要帮我们吗 继续 你们继续 臭屁 没钱也跟来到 继续 五十亿一次 五十亿两次 恭喜张绍获得本次开卖会的第四十二件拍片 怎么样 你们下家 拿什么跟我报 还有你这个废 一次价格没有成交 像你这种废 有什么似给人这种负责 你别这么觉得 我需要 全身上下就是责任 这样 我给你个机会 你跪下来叫我一声爸 我给你几百万 让你也有点参与 谁说李先生没有参与本次开卖啊 张少 放眼整个海州 有谁能一次拿出这么多包 难不成你要跟我说 最大的供应商 就是他 没错 本次拍卖会所有的宝物 都出自李先生 卓 卓 你们接着卓 一个月前他还只是一个臭层外卖 哪这么多宝物啊 张少别忘了 龙木匪测玉卓 就是出自李先生之手 怎么可能 就这一个穷逼成为下国最大的供应商 你蒙谁呢 难道 一定要我取消了拍卖会 你再可想想 你要是能把这个拍卖会给取消了 老子跪下来给你捡鞋 下面拍卖的是本场拍卖会的第四十三件拍品 来自下 目前还剩下多少拍品 林先生我们还剩下十六件拍品 行了 你别拍了 把剩下所有拍卖品 打包全部送给夏家吧 也多谢夏小姐 把价格拍的重要 好的 感谢大家来参加本次拍卖会 本次拍卖会到此结束 怎么可能 三十一 五十一 你没卖了 你们耍老子耍 是不是老子弄 张少 本次拍卖会所有的价格 都是以一个人喊不来的 再多的各位 没有人逼你啊 你要是感动李先生一根手指头 我夏家绝对不会放过 你们不过一群跳梁小丑罢了 真的以为我会因为这点钱而动怒 区区几百亿 我张家真的不放在眼里 张少 是不是差点忘了你刚才答应我 我告诉你 你少给我特意 等我回少京 我第一个弄死 还有你 得罪了张家 在你们之内 我要让你下架 再上 你彻底消失 不过呢 你上我的床 给我等着 你先生 你终于办法 对我张 哎 放心 张家的每一笔钱都会给你吃 一个月之内 我会让张家 你是很低消失 我来自三百回 获得百万千 第五七十 千六百三千 来自张家 好 第五三十 这次张家车大 毕竟会都先进去 所有的情价 全都在公司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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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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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好好休息 夏小姐 身体好些了吗 你统领 公主 表姐 现在已经不是在公里了 不是我请这些区里的 你统领 此处 是你的家乡 董飞 住的习惯吗 你将军从未见过 如此奇特的艺术 还有这些器具 你家的房屋架构 也与我大夏 全然不同了 那你是喜欢这里 还喜欢夏国呀 我跟你说 他也是夏国人 你此处 便是千年之后的夏国 我问了一关了 如今 已经是公元三千多年了 夏国运如此昌盛 谁让我好好观赏一番 好嘛 我看夏小军 你现在是乐不思处了 李同龄 我们走 把他一个人等着 供出莫及 老天我玩过之勇 我怎能独自在此快活 夏将军 你跟我 大夫说了 不出半月便能痊愈 那挺好 我想请您 帮我一个忙 李同龄这是说的什么话 你跟我续上断肢 我夏琴这条命都是你的 就是我想从你的故乡中 挑选一千人 组建一只 宝费大侠 宝贝大侠 陛下 为了夏国的百姓 请陛下交出一族奸细 难道你们都认为 李世伟 是敌国派来的戏作吗 陛下 此人身份不明 来历可疑 又曾多次干扰我朝内政 只怕是定了独谋啊 可是 他刚刚帮我下国 解决了藩军压境的麻烦 陛下 此人如此行事 迟早会害了我下国人 陛下 这次藩帮使者前来 只是为了缩取一些利益 但他却让两国使者如此难堪 甚至用暗器杀死了北莽的乌恒大将军 现在两国将士震怒 要起兵攻打我大象 陛下 只有将其交给藩帮任凭其处置 才能平息这场战争啊 难道我大象 就被他们欠也不肯 只要除掉这小子 接下来的计划 就要顺利进行 眼下藩帮实力强盛 我军不可一落击石啊 只有 将他交出去 才是最好办 李世伟说 要帮夏将军去接断臂 至今为 陛下 那就下令全程搜索 还把找到他 谁呀 这么着急找我呀 丞相 这才几天不见 怎么老正呢 好 本丞相要寻你 想不到 你竟然自投罗网 来人 给我拿信 傻 陛下 你这是何意啊 先听李世伟带回来的消息 李世伟 这夏将军的断臂 陛下 夏将军的断臂 已经接上了 一派胡言 本相 本相只听说过能够接骨 还从未听说过 这断臂还能接上的 哼 若是 你真的为夏将军接上了断臂 那为何不见他 随你一同钱了 老东西 真是处处跟我作对 不过你的好日子 就要到逃老了 你 大哥 人家夏将军正在制定顶遇 帆方的制 你不像 某些人 就只会在这窝里头 当个缩头 你 陛下 就陛下令起下旨 给他帝国奸细绑起来 早用帆方处置 奸细 不是 谁是奸细啊 我是堂堂正正的华夏人 你做什么 本相早就调查过你的真本 完全是一片红白 完全是一片红白 等下 既然你说我是敌国奸细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看 勾结三邦的 是 你 血口喷人 陛下 此事还需在意 退朝 咱告退 陛下 李世伟 你当正没有骗朕 什么 你不是说 接好了下将军的弹帝 让他为何不见人 啊 我乃朝堂上都说了 夏将军正在制定 给予翻帮的计计 我估摸着 半个月之后能见到吧 真的 你都答应要嫁给我 我还傻得骗你 你还没有答应给郑的承诺 请他如此放松 好 我现在就帮你解决问题 要想解决朝堂上的那些问题 首先一定要抓住 谁在暗中勾结翻帮 扰了朝政 是谁 当今丞相 张世连 不可能 丞相他 不可做出这样的事情 陛下 你难道不觉得丞相今天在朝堂上 对帆帮的态度 很是请慢 丞相他 是真的太富 又是帝师 就无可能的翻帮勾结 他不待见你 至于你的身份 他一心 还是我带下着想 你 你真累了 你退下来 找到那小子了吗 这是可恶 找到那小子了吗 公主 找不到了 那 那你怎么没把他带来 公主 那小子 有陛下做靠山 很丞相也无能为力呀 何必这么麻烦 本王找个刺客 杀了明师 哦 好 这样最好吗 不行 你们谁都不能动他 沐王子 你答应过我的 不会伤害 怎么 你这么护着他 难不成看上你 我北莽国好男儿这么多 也不比他强 沐王子 你可真爱说笑 李统领 想不到 你还挺有本事 连谢国公主 都对你赞赏了我家 这话总听着 一股酸味 那只能说 别人 自带了一些 羞羞魅力 李统领 李统领 我至日这种 喜欢他做之人 其他任何人 尤其是这些 泛邦蛮族 绝对有 能够到美人 崩盖 你 少子再送 这人说什么 这次 有丞相相助 我北莽国定大胜 沐王子可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承诺 丞相放心 我们答应你的 一定会做的 哈哈哈哈 好 本丞相 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就先抱歉 丞相请 喜有机 全让他 在这狗角翻包 他做的还远不止这些 其实 实际上 他想要摩权传尾 当皇 你说什么 楚越将军中毒之事 想必陛下 一定有所耳闻吧 那也是成相的计划之一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掌握大厦的平权 如果不出我所料 现在大厦所有的军权 应该几乎都落在他手上了 什么 那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办法的总是有的 但是陛下在正式听取之前 不应该收取一些利息 陛下 请将李天明这个妖人 将用翻包使者斩杀 陈复义 陈复义 陈相 你为何说 李统领是妖人 陛下 陈最近在宫内发现 不少下人 似藏一族妖物 此妖物 在我大厦从未出现过 陈寻个问底 竟然发现 此妖物竟然出自他手 陛下去看 这是妖活 妖活 李统领 你来解释一下 这是何物 不是 大哥 你们是不是没见过世面 这不就是你们口口声声的 火褶子吗 哼 鸽子 火褶子能燃烧出此等妖虎啊 只是燃烧物不同罢了 那 好比丞相你的头发 如果遇到明虎的话 也会出现蓝色的火焰 谢谢啊 混蛋 你敢 试试吧 还是说 丞相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底 哎 嗯 哦 有没有有可能 丞相也是妖人啊 嗯 要是谁还觉得我是妖人 要不 谢谢 是你 你来试试吧 朝堂之上 欺容你如此放肆 够了 既然此事是一个误会 那就算了吧 陛下胜了 今日若是不将此人斩草出根 他比较是个大麻烦 陛下 此人是分邦点名要捉拿的人 为了下国百姓的安危 请陛下要三思啊 若不是朕知道你心中的算盘 真是被你演技给骗了 李统领并没有做错什么 反而为了我大下 守住了边境十七城 立下了守土之约 你们若是罚他 那是将来有谁得对我大下忠心 陛下 有臣忠心 臣愿以死明鉴 求陛下将其积押 交于官邦处置 老臣愿同丞相大人一起死剑 陛下 求陛下将其积押 就要以官邦处置 你们 你们是在陛下吗 文武百官都是我的人 我就不信这次陛下还能保住你 原来有这么多人希望我死 好 你们这些奸臣 我回头再一一找你们算账 陛下 你还在等什么呢 莫得这些老臣们含兮呀 李统领是我大下的功臣 我绝不可能将他交给饭包 既然你们一个个都要以死明治 那朕 也绝对不能辜负各位大臣的一番心意 来人 喝酒 陛下大人 这第一杯酒就由你来喝 如何 陛下 怎么 陛下大人 受喝不满 陛下 老臣正午参生 生前之事还未了 只怕喝了这酒 影响朝政啊 那刘玉璇你呢 臣 有条律法还未跌完 来请陛下 让臣回去 交代下水 既然你们一个个都下了死剑 那你们告诉我 谁 喝下这杯酒 启禀陛下 微臣认为 李统领本领高强 凭一己之力击退方邦 死买我大下之福心啊 是啊是啊 帮帮使者退下吧 我就无可能让他交给你们 谁呀 你 你 你是谁 是我 夏将军 你竟敢夜长 本预使私宅 我定在陛下面前 揍你一杯 啊 今晚过后 奸乡那些岛屿 将会全部清除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朕决定 从现在开始 整治朝纲 陛下 我劝你最好明天亲自去趟程相簿 给你老东西定罪 朕知道了 不好 李大哥 这刺客定是丞相派来的 就交给将军府来审问吧 看他这身打扮 倒像是翻包满足 不用 我亲自来审问 是 不想死的话你放开我 要什么 你都落到我手里了啊 还敢这么打执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反正现在你的命在我手上 说 刚刚在外面听到什么了 我 我只是碰巧路过 什么也没听见 我只是碰巧路过 你一个满足刺客 你能路过到 你怎么知道 刚才在你昏迷的时候 我已经搜遍了你的全身 并且 找到了一封书信 这上面的字 不会是满足的字 你 你几个时候我睡觉的时候 你 不是光不被你的全身 而且 你 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先去扒管你所有的衣服 然后就把你绑在树上 走到明天早上 所有人都看到你这样 你敢 我什么不敢的 我现在就可以来 你回回你 你放我的四点 你放开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不不不 我只是吓唬我吓唬你干嘛 哭什么 我杀了你 我跟你讲 别过来 我可是很厉害的 你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打文论的 原来是这样 我可否进你房间 有些事想请教你一下 你现在太困了 夏将军明天再来吧 夏将军一走 这疯女人肯定会杀了我 不行 我要想个办法 没你 对不起 对不起妈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回去了 一 对 二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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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同理 那刺客 我估计是藩帽来的吧 那我们的计划 啊 不行 死无名为 昔日哑巴体验卡 刚才他昏迷的时候 我给他喷了不少 我估计不会超过半个时辰 他就有苦度送 这样的话 我们的计划 就来这一半了 哎呀 你同理 成成成 同相 什么事啊 晃晃张张的 成何体统 律师大人 徐大人 还有其他十几位大人 一夜之间 全部惨遭灭河 什么 你 是谁如此大胆 快 回去备酒 我即刻要进宫 愿见圣上 皇上 娘 朕就在此 找朕 所为何事啊 陛下 你要为大下的众臣们做主啊 他们在一夜之间 尽遭通路 一定 一定是他干的 啊 确实 确实是我 派人干的 你 皇上 你听到了吗 这个反贼今儿亲口承认 谋害重臣 你应当诸啊 请皇上立即下旨 将其斩首 手机悬挂城门示众 我看 你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反派 嗯 勾结翻帮 头顶暗谷 还要 忘字成 你 你 还有什么事 是你让我出来的 你最可换人 皇上 对大下 东西耿耿 我原来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啊 一定是他在污蔑我 陈下 你当真没有勾结藩帮 陛下 才 二十五岁位列三平 三十岁 进入内阁 四十岁 任丞相首府 为大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做陛下 开启盛事 陛下 你为何信他不信我呀 陛下 正是如此 正在对你如此喊息 这 你看 这是什么 妖物 妖物 陛下 你也是他要见害我 陛下 这些 这是你与饭包勾结的书信 你后本话要说 陛下 陛下 是胡同 就陛下 还在老陈 多年牢苦的奔赏 就饶了老陈吧 陛下 陛下没有注意九竹 都爱恨了 现在 你才能正在开赋 这边你留心 全都是因为他 说过是他 本像绝不可能落到正副天真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全力下去 后葬丛相 坚相一丝 这会上京张家 应该就要撑不住了 把刀放下 北往我王子 西野国公主 别来无恙 就凭你手动这玩意儿 别想让我弄下背刀 你们别忘了 是我杀了北往国大将军 你确定你有信心 能够战胜我吗 你们是你 丞相吗 你被陛下诛杀了 不可能 丞相乃是重城 手握朝政大权 你们大下的女帝 为何要杀她 因为跟你们勾结 陛下早就已经去他的府上 搜出了跟你们勾结的证据 你们说 该不该杀 看来是我小看你们下国的女帝了 只不过 张世连对于我们来说 也只是一个随意摆弄的旗子 即便没有她 我们也能灭了大侠 看来你们的主意 要落空喽 我北马有四十万GP组 只要我一身丢下 一碗是丢出大侠 我说 你们没想 尔等蛮包不知天高地厚 敢与我大侠 千涯这祥寺 或许我们大侠能饶你一条狗命 边境之外三千里以内的土地 归属下国 每年上宫一千万两百亿 到那里站着 臭丸 我看 你是被我军事吓得傻的吧 无论是凉草还是冰霓 我没往非中冰神 该投降的很好 是 你们下国的军地 凌乎都已被内奸臣所掌握 即便你们杀了他 这一时半会儿 我看 你攻凶的地址 我看你还不知道 你们在书上 早已把你们的兵力布置 终终造成 那我要是说 我们仍有一支兵力 三日之内 就会不会死生 绝无可能 吾王子 我军后阵大溃 出现大量卡兵手持奇特兵鞋 啊 他没多少人 约有千人 四十万军兵 这有三万军兵的后阵 你 我忘记了 再多听听就行 四十万军兵 四十十万军兵 终于灭掉十万 你到底做了什么 王子 如果你再不见 我怕这四十万大军 去 回去 哎呀 啊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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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杀了我女弟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是你啊 怎么没想到吧 你们西野国刚刚陈处于大厦 走啊想看看 怀怀 那都没有 不要的是你 说啊 哈哈 我就没算 这世伪 而且我都没听你怎么办 我是个态度 我当然明白 但是你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试问 否则你们大厦的女弟 绝对不会对你如此有心 你只需要交出那天比试中 你使用了暗器的读纸 我就可以答应 我帮你做 设计组织 不是 我给你 你也没用 以你莫莫莫不解的实力 人家哥就打造了 我告诉你 那个暗器的设计组 他必须由我家乡的工匠 亲手打造 他又精密又复杂 所以我给你 好啊 既然你不配合 那 我就只要把你带过去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呀 来人 传令下去 彻夜 启程 我劝你呀 最好 免得遭受疑外症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大不了本大爷提前回去 哟 现在还会学乖了 你放心 我不会上来 只要你顺从我心意 你想要的 我全都是真的 发热 这健客 怎么看起来似乎很眼熟啊 你是谁 放人 健客我一放 下次 我就没了 哎 多谢你家相助 我先走了 喂 你谁啊 你 啊 是你 哟 这不是北马 四大四大之一的 不满十九 怎么 你也看上去 难道 你还看我 我没有 没有 那你为何救他 我可以看在 吴王子的圈上 今天的事情 是结婚一哥的 行你 你必须的 不行 我一定要带他去看 你受伤了 你受伤了 不关系的事 你让我看一下 哎 哎 忘给我 不行 你都冲住了 伤口都黑了 我把你解读 你受伤了 你受伤了 这个药 喝完身上的毒就没事了 我救了你一命 你救了我一命 我们扯平吧 夏英俊 找我 北马和西野的联军 已撤出我大厦边境 多亏了由李统领 送来那批装备 陛下请您过去一趟 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哎 李统领 你回来了 李家这么着急 等我回来 是准备 你请进听了 虽然三邦之事已经解决 在如今朝堂之上 依旧都挡不完 而且 朝堂之上 更无文官可用 这可如何是好 我倒是罗云 你说 想要巩固朝堂 你就一定要大力推行改革 依你之意 这应该如何改革 不如我把现在的经验 搬到这里 首先呢 你就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你要大力推行的科举制 从百姓当中的挑衍出 那些优秀的人才 还到宫中担任重要的生意 想不到 你就要如此坚谨 嘿嘿 陛下过奖 那陛下 准备什么时候 旅行你的约定 本镇等着好朝堂 最后正式宣布 封你为帝府 那还要等很久吗 我才等不定 哎呃李统 你不对劲 我是何时被人吓了 陛下危险 只能这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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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统领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 我的家乡 陛下 既然 我已经答应你了 就当你是给你的报答命名 陛下 你 陛下 我又不知道你提前回来了 而且是你先欺负我黄姐在见的 那是因为李统领 中了河花伞 黄姐 你脸怎么红 黄姐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他可是我先看上的人 黄姐你不是 哎呀好了好了好 这事到此为止 对了 上君张家现在是什么事 你别提了 我跟你说我提到你张家我生气 你不知道 现在整个海州所有的生意都在张家手中 他们现在如日中天气死了 什么 黄姐我跟你说 这个丞相一家他们都是大坏人 特别是这个张元长 他几次散犯想要对我 急不轨之事 等你回去你一定要把他们全家都砍了 特别是张元长把他给淹了 对啊 张世联还有个儿子 那小子要是还会出现 老子先要你的狗命 阿姨 你现在对我摇文情人哪 可是你们江家 如今你敢这么对我 怎么不服啊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现在整个海州可都是我们江家的 你们王氏集团想活下去 也请看了我的脸色 没想到才短短半个月 张家就发展到这种地步 连江家也集权生天了吧 我再给你十五分钟 那小子要是还不出现 就通罪你的家人 是不是 住手 江浩 听说你在找我 你小子还真敢来啊 不过就多了几条狗而已 我为什么不来 你知不知道 现在整个海州都是我们江家的 包括你那个酒店 前几天也已经到了我们江家的影响 你现在就是一无所有 像以前一样是个名字的废 李先生 王先生我知道 这背后的一切 都是张家搞的 算你之将 不过 你要是想活命的话 就赶紧跪在地上 对我磕头认错 我 这件谁都别想活着离开 是谁 给了这么多钱 发小孩子 这女儿挺不错的 哎跟你一起来的 不错 不错 哎 前几天 有一个自称公主的傻娘们被张少看上了 我让我碰你 这又送上门一个 我怎么能错过呀 正警告你 要是给你们张北上 行不需要费你的胳膊 上门门给起个妆了啊 老今天就真把你睡了 你能让我怎么样 你个废物 你敢跟我动手 李先生 要不还是把他放了吧 将在今日不图一望 王先生 你先走 今天谁都别想离开 哎呀 我告诉你 这二位 是上清张家的人 可在这承受 只用死路一条 得亏大夏名将交了我几场 对付眼前这两个小子 不难 你要是敢伤了我 张少 一定灭你们全族 张家有这个实力 你竟然敢怀疑张少的实力 张少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你等着 张少现在带着人马马上就到 到时候 不管是你 还有你身边的美女 都得交给张少 亲个朋友 你朋友 看你们这儿 也不发心低官情胜 你敢骂我 在哪里 都会出现一些不合时宜的败败 既然不懂得说明 那看 就得好好教训 天明 你 啊 你 啊 我的哥们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你要是在哪里 我可以把你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死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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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哥们 天生 我的哥 啊 我不想脱离 啊 曲曲江家 我还不放在哪里 我已经联系了夏家 有夏家在 江家不会哪里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大的冲气 你好像忘了 现在的海州市 到底是谁的地盘 大妈 跟我哥吧 小子 你好像还没搞清形势 现在的江家 你让你之前别跟大伙子 吃饭 要我一句话 立马 都能让你们从这消失 大婆 别跟你废话 这小子 把我的胳膊 把他找人过来 打得跟他四十 这小子有点没事 小子 我给你个机会 自断双腿和双手 我可以放过他们两个 不然你们都在一块儿死 这有段四十 要我去废子说腿 是张教队 张哨来了 哈哈哈哈 我们江家终于要成为 海州地级家族了 啊 哈哈哈哈 天兵 老子看你怎么办 一会儿看老子怎么弄死你 这不想是他 李先生 你这是 怎么样 没想到吧 夏小姐已经答应和我结婚了 是吗 这是真的 张家的势力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夏家实在是斗不过 就算是你 也不可能斗得过张家 你不会以为上次那次拍卖会 骗走了几百亿 就以为可以影响了张家了吧 区区几百亿而已 我告诉你 我张家几万亿的资产 谁都应许 哎 哎 恭喜张哨和夏夏捷音 以后张家就是世界顶级豪门 哎 张哨 刚才这小子出言不逊 还泄露我的科目 趁这个机会 马上把他给收拾了 混账 谁要你对李少动手 就 郑少 他以前可得罪过你 这 明月 我就要在这里举行婚礼 李少可是我最重要的客人 谁敢动 让让让让让 他只是意识糊涂 别跟他一般见 我们保证 以后绝对不再做李先生 啊 明月 我将在这里举行婚礼 你可 一定记得吧呀 这夏家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突然跟张家联业 这 我也是刚听说呀 那夏家家属什么 似乎一个星期以前 就已经联系不上了 最近一段时间 都是通过管家进行联系的 刚才那个人 你熟悉吗 确实是丞相之子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啊 听说 在拍去的国 现在日子 你俩都回来了 你国 长得还不错吧 老既玩一玩 哈哈 哈哈 这小娘还挺会赌啊 那本少爷就陪你玩吗 哈哈 你干嘛给老子使相点啊 正好 为什么让他敢放过我家呢 只要你乖乖的退回 接下来 你怎么办 欢迎新娘入场 这就是夏家那位千金啊 对啊 听说他从小就走散了 上个月夏老爷才把他找回来 这一次啊 夏家跟张家联姻 这以后在上京的事里 张家可了不得 可千万不能得罪了张家 你今天也算了 我很想 不然夏家 感谢今天来到婚礼现场 见证我们新人的幸福时刻 今天是个非常吉祥的日子 我们的张先生和夏小姐 怀着两颗彼此相爱的心 哪那么多废话呀 赶紧宣布拜堂不就完了 那么张浩先生 您愿意娶夏琳琳小姐为妻吗 我愿 那么夏琳琳小姐 您愿意嫁给张浩先生吗 她不愿意 她是谁我怎么没嫁 一身血迹看她这个样子 该不会是杀猪的吧 那我先生 李天明 我是让你来参加婚礼的 不是让你来打场 什么意思啊 琳琳我不走 用不着嫁给她 李天明 我是让你来参加婚礼的 晒晒现在需要我 混账 你竟然敢来破坏张少的婚礼 想必大家都想知道死人是谁 我来告诉大家 她就是一个送了七年外卖的废物 外卖员 她怎么能进这种场合 就是啊 看她跟夏小姐很熟的样子 该不会他们之间 而且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们堂堂的夏家千斌小姐 竟然背着未婚夫 和这个女男人空情 空情 上京夏家 怎么能交出这样一个女儿啊 这夏小姐不会是被这个废物给骗了吧 是吧 是吧 我没有 上昊 你 李天明 你快走 不要管我 你是多不管他们的 你身上 放心 这不是我的心 应该说 是他的 周恩 当上来自上京 为了我们海州市未来的发展 把婚礼现场定在了这儿 但是 我们海州市却出现了一个贝贝 不禁来破坏这场婚礼 而且 还和张绍的未婚妻偷情 简直是不可饶恕 将他这种人 配留在海中吗 正好 说过 你不会动李天明的 我是答应你 可是他自己找出朋友的 我不可能就这么放 我告诉你 老老实实地跟我带你这儿 他这种人出现在这里 是对我们整个海州豪门的侮辱 大家说 应该怎么办 赶出去 赶出去 下家的演员 我总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的未婚妻 竟是一个剑一丝千 跟野男人偷情的贱人 正好 原来你的目的 是要败进我下家的名审 不过呢 我比较大 所以 我依旧会允许我们家盈利 倒是这个小子 一个送外卖的垃圾 想嫁入豪门 勾引我家未婚妻 简直不可要述 这一切的最会过手就是他 想不到张绍竟然如此大度 这种生存的盈利 这个男人也太过分了吧 还有脸来做出婚礼 看着这次人怎么办 张绍可以不在乎 但是我们大家 也为张绍好的公道 哎 谁让他滚出去 赶出去 赶出去 出去 出去吧 赶紧走赶紧走 滚 是你 住手 夏琳琳 你干什么 我小死的话 你给婚礼结束才行 让李天明走 你越是想来保护这废物 就越是坐实了你们两个偷情 我有的是机会弄死你 啊 啊废物 你可以滚了 今天 就看在张绍的面子上 放你一骂 不过 你一天不对我们江家赔罪 我们江家绝不会放过你 我李天明 需要你江家放 你们江家 不过是依附在张家的一条狗 张家倒了 我就是丧家之犬 你 李天明 你快走 琳琳 要走 我们一起走 不 李天明 我求你了 你快走吧 怎么 你们还想当着我的面抢我的老婆 我求你了 李天明 快走吧 我们是斗不过张家的 如果我说 一个小时之内 张家将会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这小子疯了吧 有些夏家便有张家 张家将成是世界上顶级好美 所有的势力都不能给他看回你 没想到从你一个废物的嘴巴里能说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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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谁不知道张家现在如日中天啊 啊 要想对张家恐怕整个上京市的势力加起来 也不够啊啊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张家 是怎么消失的 哎怎么敢做 老子闹死你信不信 谁敢对李先生斗手 今日 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哎 你这老家伙你也敢来这啊 那海中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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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兵 都已经悉数解除于你江家的合作转身和我王家合作我王家依旧作为海中首富的位置 哈哈哈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肯定是你这个老家伙在骗我哼 哈哈哈哈 所有的集团都出败了王家 我江家现在是一无所有啊 行了行了 就你们这些集团 我上次将权料都成为皇家 只要我专家还在 就有个皇家 谢谢 皇家 这就是他们现代人拜堂的地方吗 跟我们真不一样 你受伤了 你受伤了 不会是女帝 既要我受伤了都还能这么淡点 陈上之子从五国回来了吗 刚入夏国之境 就被我 好 那我大小跟姬住吧 他们在说什么呢 这不会是在拍戏吧 您是夏国女帝 果然是在拍戏 这夏家清静的身份 不会是假的吧 那是张绍的身份 不是你在搞什么东西啊啊 你又是谁 这 我是夏荣岳 夏家新任家主 这局面太立即了 再投下去 怕是张绍也保不了我 我再赶紧回去看看 哈哈哈哈 你是夏家家主 你以为我不认识夏家家主啊 捉 捉 你们接着捉 哎 你不会是这个男的起来的眼睛吧 还是跟他一样 这有问题 你才哪在有问题呢 我是新任家主 这不用跟你解释 难道 要把前任家又找回来 才算呢 你要真有本事 现在就把它请过来 不然的话 咱们打个招 就你也 行 那我什么 如果你十分钟之内 能把夏家家主请过来 我就将在座各位承认 你就是夏家新家主 要是不能 做老子的呀 怎么样 小美人 你懂吗 现在抓GPS了 你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吗 取他当行吗 闭嘴老子没跟你讲过 哎 放肆 怎么 怕了 不敢赌 他们说的十分钟 是多久 一盏茶吃点 你好 既然如此 等原家主到了 我要你跪下来跟我磕头 哎 已经七分钟过去了 怎么样 我看你们还是别等了 时间不是还没到吗 就什么呀 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我要将你们两个都带来上去 一起伺候 夏家家主真的会过来 我听说那个夏家家主啊 都失踪半个多月了 应该不会来这种鬼地方 已经九分钟过去了 怎么样 还是别等了 乖乖的 是我的老婆 你属活的 急什么 夏家家主 你被你帮了 你老送开 你 你 你不是在牢里吗 你怎么 哼 你们张家竟然趁着我不在 逼迫我的女儿跟你结婚 这就是你们张家做出来的事情 这个人真是夏家家主吗 这张少竟然强迫夏家千金结婚 他们这不会在拍戏吧 这都演员吗 这两个婚礼该不会也是假的 你到底是不是夏家家主啊 不是 现在的 那你眼前这个是张家少爷吗 也不是 也不是 如今的张家 已经破产了 果然是一群演员 相见张家 怎么会在这小小的海中市举办婚礼 就是啊 还说什么张家破产啊 我看他们就是别的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 看看张策子 算了 你说我张家破产啊 难道你到现在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吗 我张家会破产 就算你十个夏家也比不上我一个张家 我张家千年的基业 有谁是能够比得了我们张家的吗 啊 是你吗 还是你 就算让你经营一万年又是 你们张家为父母 祸害人次 从古至今都是败雷 你们早就该被清算了 你放屁 我张家乃祖上是皇室 你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皇室 哦 我记起来 你说的是 你祖上那个谋权篡位的卖国人 你再说一遍 我不光说你十八倍祖宗是卖国贼 我还知道 你们是不是张家也倒败过大夏的门蜜 你血口问人 好啊 都给我等着 等我回了少金 我一个一个在烧死你们 不必了 我已经派人去请你的爹了 很快你们负责二人就可以在这里相遇了 爸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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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属于你的 就算夏家白给你 你也打 你究竟是什么人 爸 你说张家家主要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个小时之前 张氏集团的内部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投资方高管纷纷撤离 仅仅半个小时 张氏的资产就已经缩水了99.9% 而且这些资产已经全都汇入了我们夏家 真的 爸 爸 他们都是骗我们的对不对 我 我们张家乃是皇族后裔 怎么可能的 怎么可能破产的 老板 天佑王管不张家呀 丞相 你可认识朕 丞相 什么丞相 是张家家主 不认识你 你当真不认识朕 毕丞相 他呢是张丞相的后代人 就是 长得比较像的动物 自然 不认识毕丞相 我先走了 李先生 张家我已经处理好了 真的 张家这两个人 你可应该怎么处理 张家这些年只顾自己 不知道做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 就算死一百次 死一万次都不足惜 不过 他们也在认识这种地方 也没必要改变下去 倒不如送他们去劳动 我那正好有一块市场 就让他们到那里去吧 把他们带下去 李天明 老子弄死你 李先生 还有一件事情 希望您能认真地考虑一下 什么 我听说李先生 一直未曾有婚约 所以我想啊 把女儿林恋嫁给你 爸 你说什么呢 怎么 不愿意了 就你那点小心思 爸爸早就看出来 夏老爷子 我估计啊 这其中你应该是 误会 误会 我早就有婚约了 我早就有婚约了 古代的婚约 也算婚约吧 此事为真 如此说来 是我们夏甲 跟李先生没有缘分 你骗人 我早就调查过你 你只有一个前女儿 而且很早就先就分手了 哎呀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现在女朋友是刚刚处的 找时间带你们看看 呃 我先 回家 给她啊 嘿 嗯 陛下 你怎么还没睡啊 哎 李统领 这手机可真是件宝贝 不仅可以千里传音 还可以揭露此时的场景 再不用坐一天 让画师画像了 哎 陛下 你看 时候也不早 那我们就 哎呀 这东西 都比我们夏国的画师 画像千百倍 那是当然了 你别小乔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机啊 里边零件至少得有一万多个 每个零件都得经过精细打磨的 光是流水箱下的工人 我估计都得有个成千上万 你就一个画师 怎么跟这个比啊 工业 流水箱 那是不是这成千上万的牙役 都能领到工钱 这 当然了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讲究能者多劳 公平分配 嗯 这也太好了 这样的话 我就大一下的千万子民 都能领到工钱 还能过上好日子 像你们这样的房屋 就算是最普通的 预约我们大厦的茅草屋 坚实不过半倍 陛下 你看都早了 哎 你说我把这东西带回大厦 怎么样 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不是 光带一个这么小小的手机 倒是还好 而且关键你带手机有什么用 你去哪儿充电 更何况这么大个房子 我怎么带 那怎么办 难不成我大厦百姓 要和我等待上千年 有句话说得好 受之余不受之余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说 开补习班不就好 补习班 对啊 你把下官那些优秀的考试 全部选出来 然后带到这里来学一下 他们接受了教育就回去当扶子 然后当扶子之后 他们就 陛下 天日已晚 我们不如 讨厌 别在这儿 你 你讨厌 你在这儿 我的房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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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公主会在你的床上 啊 嗯 他可能半夜起床上的锁 然后睡懵了 就就自己跑到我房间去了 你们 我什么都没看啊 我发誓 我一直把他都没没看到 最好如此 要让朕知道 你的公主非分之行 啊 啊 原来 这就是你们的马车 哎 像这样辆马车 每天要消耗多少草料 消耗什么草料 消耗什么草料 他那个消耗的 就起用 真是喜欢 啊 要不你把这个 往这儿带回去 哼 当然可以了 不过 你得先跟我去个地方 走 这 是何物 结婚证 哦不对 在古代 应该叫 婚姝 有了他 我就是合法夫妻了 你敢骗着 我要不是中国干 你一个大虾女帝 我给你假日 李天明 你 你 成为地夫的事情 为什么不告诉我 陛下关心了 你 我不是下来给你记过身了吗 你敢带我黄姐的主意 你 哎 李天明 你完蛋了 啊 啊 啊 站住 站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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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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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